这是赤板力颜值巅峰时期的经典 他出演的每一部电影都能给喜欢他的影迷 都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 并且还是特别适合深夜观看 剧情简直生猛至极 就连尺度也是遥遥领先 作为80后的我们都对此并不陌生 毕竟在当年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观影体验 而这部电影的问世 也绝对不会让你对此失望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电影 梦范 一个身穿黑丝的女人 身姿曼妙地出现在东京的街道 她叫小美 看似外表光鲜亮丽 却背负着不为人知的过去 她的出现是来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 不久便出现在一处酒吧中 她点了一杯红酒 但她却无心喝下 斜对面的一个油头男 正不怀好意地盯着她 小美察觉到了那令人作傲的目光 头颅微微一动 红唇清起 却没有露出太多情绪 伴随着油头男向她靠近 也拉开了故事的序幕 原来两人是旧相识 并且还是小美的老客户 小美作为一名职业杀手 这次油头男给了她一个新任务 其次杀一个叫佐藤的男人 任务明确后 小美回到了为她准备好的宾馆 她将佐藤的照片盯在墙上认真端详 确保在任务执行时不会失手 其实作为一个如此漂亮的女人 小美完全可以过上截然不同的生活 可命运却让她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十年前小美还是个青春靓丽的女孩 有一个深爱她的男友阿明 阿明是射击场的工作人员 然而一天夜里小美被一群混混盯上 为了保护小美 阿明不顾一切冲上前去 却被混混们围殴致死 阿明的死让小美陷入深深的绝望 而她也被这群混混们带走 经过几个月的折磨与训练 彻底将她改造成了另一个人 被迫成为一名职业杀手 从那以后 小美每天都活在阴影里 她不再信任任任何人 手枪成了她唯一的保护伞 而她的生活 也因此陷入了无尽的噩梦之中 这天夜里小美突然从梦中惊醒 就在她迷迷糊糊的时 电话声让她瞬间清醒 原来是客户由头男 并告诉她目标还未出现 建议她出去放松一下 同时熟悉一下地形 接到任务后的小美简单梳洗一番 然后换上衣服外出查看 直到一家射击商店吸引了她的注意 在商店里小美遇见了一个年轻的员工 这个名叫小剑的男孩 竟与死去的男友有几分相似 她忍不住上前搭话 而小剑对于这样一个性感的游物 明显毫无抵抗力 两人很快便聊得火热 小剑越来越被这个神秘的女人吸引 在离开商店时 小美故意让她跟在身后 两人最终在一个操场上相见 小剑出于玩笑 突然掏出一把手枪 没想到这一声枪响 却让小美直接晕倒在地 小剑吓得不知所措 于是急忙上前查看 原来小美是在装死 暧昧的气氛也在此刻随之而来 就在两人分别时 小剑依依不舍 想拿到小美的联系方式 但小美的身份却让她无法答应 一番争执后 小剑情急之下 竟抢过了小美的手包 无意中看到了里面的真枪 而小剑还以为只是一个玩具 觉得两人的爱好出其地相似 望着小剑离去的背影 内心却依旧充满着深沉的孤独与压抑 这样的时光对她来说 是奢侈的片刻宁静 这个女人 烈焰红唇且身材曼妙 行走在街头总能吸引无数人目光 可谁能想到 外表光鲜的她 内心却背负着无法磨灭的伤痛 一次意外 竟被几个混混的残忍折磨 硬生生被改造成了职业杀手 每次想到那些不堪的过往 小美都会大汗淋漓 最后在噩梦中惊醒 这样的生活让她无时无刻不活在阴影之中 这晚由头男打来电话 告知小美目标很有可能在酒吧一条街 接到任务后 小美便简单收拾了一下 迅速赶到指定地点 可来到地方后 酒吧的老板娘被她的美貌吸引 甚至主动上前搭话 两人寒暄了几句 还意外聊起了他们都喜欢的百合花 那短暂的温馨 让小美冰冷的心稍稍放松 在告别老板娘后 小美走向街头的电话亭 摸出了一个写着号码的纸条 那是几天前 一个叫小剑的男孩 留给她的联系方式 由于小剑与自己死去的男友极为相似 勾起了她尘封已久的欲望 可在关键时刻还是放下了电话 她和小剑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无奈只能继续在附近的小巷寻找目标 然而命运总是爱捉弄人 小美刚走进小巷就被一群混混盯上 几个人贼眉鼠眼迅速将她团团围住 自无忌惮地动手动脚 小美挣扎着想逃脱 但刚跑了几步就被混混拦住 眼看走投无路 小美掏出了包里的手枪 然而他们并不把小美放在眼里 嘲笑着以为那只是玩具枪 甚至挑衅她开枪 没办法的小美只好给枪上膛 手指缓缓扣动扳机 就在此时 一个陌生男人突然出现帮小美解围 而此人并不是别人 正是她行刺的目标左腾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另一个混混从后方企图偷袭左腾 小美下意识地冲了上去将左腾推开 并将其救下 随后左腾便拉起着小美开始狂奔 两人在狭窄的巷子中穿梭 最终小美带着左腾回到了自己暂住的旅馆 进屋后 两人气喘吁吁地对视着很是尴尬 左腾没有多说 只是点了一根烟 深深吸了一口随口问道 你接下来打算干什么 左腾的话让小美有些慌乱 为了掩饰内心的动摇 小美急忙感谢左腾救了自己 还笑着说 左直果你不嫌弃 我可以以身相许 而左腾只是摇了摇头 直接拒绝了她的提议 淡淡地对其说道 我太累了 只想好好睡一觉 这一回答让小美哑口无言 左腾转身上床睡觉 而小美则走进了卫生间 盯着镜中的自己 内心无比纠结 她知道老板的命令无法违抗 想要杀死左腾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回到房间后 小美站在熟睡的左腾旁边 轻轻举起手枪 可是无论如何 她都下不了手 于是小美放下了手枪 转手拿出了一根钢针 决定通过刺瞎左腾的眼睛 来完成任务 就在她准备下手的那一刻 左腾突然睁开了眼睛 两人四目相对 而左腾淡然地望着她 让其将她杀掉 此话一出 让小美的心更加混乱 就在这时手中的钢针掉在了地上 两人都没有再说话 沉默中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 这个夜晚注定不平凡 小美突然意识到 自己已经对左腾产生了难以言喻的感情 此日一早 小美已经做出了决定 她要摆脱过去 并放弃这条不归路 她不再想做那个冰冷无情的杀手 她想要一段正常的生活 而在小美的心里清楚 自己的老板不会轻易将她放过 提起赤板丽这个名字 相信视频前的各位并不陌生 虽然只有短短的六部作品 但是每一部都堪称经典 甚至面对各路选手 她都能从容应对 她是一个冷血无情的职业杀手 行动干净利落 从不留活口 正是这样一个杀手 竟在一次任务中 对自己的行刺目标产生情愫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左腾意外成为了她的救命恩人 这一刻 小美的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左腾不仅救了她的命 还在无形中征服了她的心 为此让她不得不选择放弃这次的刺杀任务 在与左腾一番恩爱后 小美收拾行李准备离开 临走前 她回头看了左腾一眼 那一刻 让她充满了不舍 然而小美也深知 这次的任务也会激怒她的老板油头男 果然在得知小美背叛她后 开始发动权力对其展开追杀 此时的小美并不知小危险已经逼近 于是打电话给小剑约定见面 打算与她告个别 然而当她来到地下车库时 一种隐约的不安悄然起来 下一秒油头男带着杀气追了过来 还未下车便开枪击中了小美的腿部 让她应声倒地 随后拿走了小美的手枪 将她拖上了车 就在油头男得意忘形时 小美迅速掏出身上藏的钢针 一招致命直插老板的咽喉 油头男当场毙命 此刻她腿部重担 身体虚弱到了极点 并在车内发现了左腾的尸体 这个她第一次真正敞开心非去爱的男人 最终还是难逃一死 此时小美的脑海中 闪现出前男友被杀的画面 两个人的死亡如同尖刀一般刺痛着她的心 再次面对失去的痛苦 小美躺在地上 雨水拍打着她的脸庞 她的心里一瞬间涌起了强烈的绝望 甚至产生了自我了结的念头 然而想到她与小剑的约定后 小美拼尽最后的力气爬了起来 并坐上一辆出租车 让司机把她送到与小剑约见的地点 当抵达目的地时 小美的双腿早已支撑不住 咬着牙一蹶一拐地朝着篮球场走去 她看见了小剑在雨中等待 可是她已经虚弱地发不出声音 眼中满是无奈与痛苦 心中急切地希望能够让小剑发现自己 就在此时她灵气一动 挣扎着将枪中的子弹上膛 朝空中开了一枪 小剑终于注意到了她 虽然小美成功获救 然而这场爱与杀的旅程 已经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这部电影是赤板丽老师早期的经典之作 尽管多年过去 她依然让观众无法忘怀 赤板丽这位1962年出生的日本女演员 在荧幕上的表现堪称传奇 她参演的作品虽不多 但每一部都深刻地展示了 她的演技与魅力 在这部电影中 她不仅展现了杀手的冷酷无情 也让观众看到了一个饱含情感 且内心挣扎的女人